心愿阁里选的是他,群鹰会最盼的是他 没错,他就是当前出卡难度,跟孙权许优齐名的王百万王毅 他的代表阵容不仅能共存首发的黄马枪 就连白板也能战功过万天下无双 本期就来说说这对充满诱惑的黑丝弓 热门实战阵容记得点赞收藏 特别感谢以上小伙伴提供的战报支持 黑丝弓也属于SP循玉和贾许的卫弓变种 类似的还有中会的续辉弓,带成玉的五毒弓 相关攻略可以回看之前的视频 王毅的自带战法智柔动刚的效果之一 降低敌我全体普攻伤害35%能压制SP马超 整体对战的换兵比和带中会的续辉弓差不多 同时自带战法的伤害稳定,类似SP国家的惊天伟地 还有偷属性的效果,让王毅的战场能力比其他都强 黑丝弓属于刷子类型的队伍,很少有能直接打爆他 这种平平队非常适合冲锋的时候给自己对对的其他队伍打头阵消灭天敌 就像这样配合黄马枪无脑收战功 来看新兵书下的战法搭配 除了种植城城和上兵都是很大众的战法 除了核心战法,考虑共存 其他也可以根据战场环境替换 主输出王毅核心战法夺魂 有上兵的优先给,也可以用折冲代替 但队里的当风就少不了了 假许半斧半伤,打击面最大的是当风 也是打SP马超的关键 共存SP马超时,可以用重置兵武等下体 注意要选有伤害的战法 还可以等SP马超50级后 或者对方刻马队比较多的时候 当风改成虎具,换给黑丝弓 SP玄域主辅助,核心战法刮骨 常规搭配杰力,也可以根据战场环境 用重置和战壁代替 这个阵容只要防御战法随着环境调整得当 就没有什么天敌 但是非常吃等级和成剑 所以,烈士主要是低等级时期 和大多数法系阵容一样 过了48级等级的卡之后 熬战会越来越多 已经拿到王毅的小伙伴不防一试 我们下期见